隐瞒外界整整32年,周润发和赵雅芝的这个秘密骗过了所有人。 说起周润发,大家第一印象都会想到英俊潇洒,风流倜傥赌神高进,当年高进是不少女孩心目中梦中行人,如今已经是时隔多年,大家对赌神高进依旧记忆犹新。 不过最让人感动的还是当年经典座《上海滩》,周润发和赵雅芝饰演的许文强和冯澄澄。 许文强和冯澄澄的爱情故事感动了无数个观众,当时两人也是成为了观众最看好的荧幕CP。 在粉丝眼里,周润发和赵雅芝两人就是才子佩佳人,两人合作了《上海滩》之后,关系也变得非常的亲密。 私下两人一起讨论剧本,看电影,有不少网友表示,周润发和赵雅芝把剧中的感情情延续到了现实中。 对此,赵雅芝和周润发两人也相应做出回应,彼此之间只是朋友的关系,但网友也一直相信两人之间一定有一种的微妙的感情存在。 直到赵雅芝遇到了黄锦身,当时赵雅芝和前夫为了争夺儿子的抚养权,黄锦身一直在背后帮助赵雅芝,丝毫不在乎赵雅芝的过去,而黄锦身也因为自己切而不舍的精神成功追到了赵雅芝。 很快两人坠入爱河,于1985年结婚,刚开始他们这一对并不被人看好,但黄锦身在结婚时曾发表爱的宣言 这辈子一定会对赵雅芝好的,时间会证明一切。 确实,他做到了,32年来他们一直是初双入队,非常幸福。 而周润发也找到自己感情的归宿,而大家心目中男神,却爱上来一个其貌不扬的女儿,因爱便是30年,不过唯一遗憾的是养人结婚多年,至今西夏无字,不过思豪不影响发哥对妻子的爱。 前不久,有网友透露出发哥和赵雅芝有一个22岁的女儿,还拍到了发哥去探望,长相确实有点像发哥和赵雅芝,不过对此养人一直保持沉默,想必也不是真的。 不管是真是假,如今发哥和妻子的感情很稳定,而赵雅芝嫁给黄锦身后也生下一子,现在一家的生活过得其乐融融的,真是羡慕唐人。 众所周知,白娘子照雅芝吸引多年,但是白娘子的形象一直都深深印在网友们的心中,如今的她更是诠释了什么叫美了一辈子。 北方有家人,绝世而独立,一顾清人城,再顾清人国。 用来形容赵雅芝最适合不过了,每次出席活动都深入的长裙都十分简约和脱俗。 你觉得周润发和赵雅芝有微妙的感情存在? 如果赵雅芝当年和发哥在议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? 参考来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